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月3号,今天一早,盛世护士全面的下跌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盛世一开盘就下跌了将近9% 那么护士一开盘也下跌了将近8.7% 那么创业版也下跌了将近9% 这样一种下跌的幅度可以说是自2015年古灾以来最惨的一天 而且盛世护士有3000个股票给低停了 整个股市当中除了医药这些少数几个概念股在上涨之外 其他的全面都在跌,尤其跌的惨的就是交通、旅游、航空、零售、服务、培训 这些跟武汉肺炎疫情直接相关的行业都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那股市是整个经济的一个前预表 股市这么一大跌 那整个中国的经济可想而知 实际上已经雪上加霜 已经受到了最惨重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它其实已经预期到今天开盘肯定会大跌的 所以它本来是我们知道冲节放假 然后上周五它开盘 它就推迟到今天开盘 周一开盘 但就推迟了几天也都没用 而且它在开盘之前还公布了两个措施 一个是它在股市投入了1.2万亿的资金来托市的 看来没见什么效果 而且它禁止融券的卖空 就不要抛售 这样一个政策今天看起来也都没有见效 所以从股市的今天的反应当中 大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看法是相当的悖观 那么很快等美国的华尔街股市一开盘 我估计整个道指那些全都也会下跌 当然下跌的幅度不大 但是中国的下跌的幅度那就是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疫情呢 刚刚官方也公布了这个数字 已经确诊的病例达到了一万七千多 那这个数字呢是非常惊人的 说明它马上就会接近两万接近三万 那么死亡的人数呢 它还是三百六十多人 接近四百 说到死亡的人数呢 昨天呢我确实有一个口误 就是那个用试车啊 它一个车装个七八个人 它一天呢死到这个十五次 这样的话 它一天呢就大概是一百人用试 那么三十天呢 它就用个三千个人 我说是三万人 实际上三万人呢 就是那只是一个医院 我们假设呢 武汉有十个医院在处理这个尸体 那十个医院 这个每个月一个医院就是三千人呢 十个医院呢就是三万人 所以说三万人呢 是一个大概的死亡的一个人数 但是现在呢 它官方数字呢 还是三百六十亿人 这显然是不符合的 大家通过那些社交媒体也看到 很多人呢就直接倒闭在这个街道上 那些人因为他这个肺啊已经腐烂了 呼吸控呢在一个大脑缺氧 走着走着就昏头就倒地 倒闭的特别多 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呢 他因为不能就诊啊 害怕连累家人的自杀 有一个人呢站在天桥上 念念有词就哭啊喊了半天 然后就跳下来给自杀 因为他也不像连累家人 然后在医院里也没有就诊的地方 所以他干脆自杀了结 还有在湖里也有自杀的 所以自杀的这些人数啊他也没有算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里面 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这个惊人 那么防疫的工作现在是还是非常的艰难 我们知道呢在未来的两三周啊那是会达到高峰 那最近呢都是爆发期可能到2月15号啊 10号到15号那是最高峰 现在是整个爬泡期啊是最严重的一个 呃 关键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们呢也是要继续关注这个疫情 而且要动促政府要改变他一贯的啊 瞒暴黄暴漏暴的这个习气 而且救援方面也要叫他来给我开放救援 红十字会一定要改变他的官僚习气 而且呢一定要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呢进行惩处 啊现在呢虽然呢已经开除了几个呃 呃为检局的官员啊 但是真正的那些党政的领导人一个都没动 这些都是让人啊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这几天呢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呢习近平去哪里了 今天早上呢啊有人说呢习近平呢去了武汉 结果证实那个视频呢不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呢我们知道他是28号啊 见了这个世卫的总干事谭德赛 见了之后呢再也没有露过面 那我们知道他见面呢 谭德赛呢这个今天呢有人已经在网上要求他下台 已经数字接近20万 就全球有将近20万人呢要求谭德赛下台 那谭德赛和习近平握手啊 实际上这两个人呢都是冤大头 这两个人呢都应该下台 所以对习近平下台的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 那问题是那习近平去哪里了 我们想呢他如果没有去武汉的话 确实他现在处境是非常艰难 这让一种艰难呢让他不好意思出来露脸 他的艰难呢就是现在党内对他的治国理政啊 表示非常严重的怀疑 当然老百姓呢海外的人士我们呢早就怀疑他 天天骂他叫他马上下台 这些东西呢他们觉得是敌对势力 老百姓他不懂事他就不理 但是如果党内的人尤其他所依靠的那些极左派对他不满 要叫他下台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呢昨天啊中国极左派的一个代表啊 当然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他只是一个发舆论的人物啊 他就是以前的北大的才子孔庆东啊 这是中国赫赫有名的一个毛左派 他是提这个薄熙来说话的薄熙来抓了之后 他还说哎我们要为这个薄熙来要做点事情啊 他是这么一个啊主张 毛泽东的思想然后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啊 他是这样一种毛左 这个毛左呢他昨天呢干了一件事情啊 全世界震惊 他贴了几个呢他去景山公园啊 游玩的照片 然后他写了一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崇祯皇帝 他姓朱嘛 崇祯皇帝朱老师呢啊最后一天呢上课 拉了这个上课领呢结果一个学生都没来 他觉得太丢脸了 所以呢他卷起这个课本呢 自己到眉山上去上吊自杀了 那他说的这个朱老师啊就是崇祯 实际上指的就是习近平啊 叫习近平呢 赶快你上那个歪脖子树啊 你上吊自杀自行了结吧 这是前段时间我刚说的话 是叫捆进敦呢 用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达了出来 我们知道崇祯呢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就是亡国之君啊 在他在外的时候也是天灾人祸 不断内幼外患 这个有这个满清啊对他进行威胁 那么李自成啊这些农民企业中对他威胁 而且整个黄灾啊瘟疫啊全国是不断的 最后呢李自成的这个大送君啊打进来的时候 他没办法自己就选择了这个自杀 当时那个自杀前呢他确实呢也是叫这个文物百官上朝 结果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所以他你看最后就自格了结了 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啊 他讲出来实际上大家明眼人一看就指的 这指的就是习近平 你应该下最继招 崇祯皇帝一生呢 还下了四五次的最继招 还有自知之明呢 那习近平你应该下最继招 或者你就选择上微博数自格了结了 那这个故事啊讲的是非常厉害的 直指这个习近平 所以他把这个微博发出来不久啊 有人呢就马上把这个给删掉了 他呢作为一个毛左的代表 发出这个语言呢 那对习近平啊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毛左正好就是习近平的 统治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基础 习近平这个人非常狂妄自大 而且非常粗逼无知啊 经常是反美啊 要做毛泽东低音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江派胡派邓派都不喜欢 因为江派胡派邓派呢 对西方国家呢 他们想孟生发达才跟西方要表示好的关系 唯有这些极左派毛左派是喜欢习近平的这些狂妄自大的 喜欢习近平跟西方叫板 但是呢他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酒囊饭袋 根本做不了他们毛左的代表 香港 那你有本事去镇压 最后习近平也没有镇压成 而且还撤回了修理 台湾呢最后你搞来搞去 蔡英文还是连任了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 你最后呢还签下了这个城下之门 向美帝国主义啊 屈膝投降 所以这些毛左派啊 对习近平是非常的厌恶 觉得你不能胜任 再加上这一次 武汉肺炎一出来 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浩劫啊 就等于重征啊 年间的那些大的瘟疫一样 大的饥荒一样 所以这些毛左派啊 也觉得你习近平能力太差 你应该下台 你应该选择上调自杀 你应该发那个罪记招 所以毛左派都居然起来来挑战他的权威了 那捆轻东啊 他是一个发言人 他的背后站的呢 就是那些毛左 毛左主要集中在 中国的这个军队里面 还有这个国安呢 警察这些也有很多毛左 还有这些红二代 红三代 很多都是毛左 还有这个中国 哪这些地方上那些 受了毛泽东利益的那些 既得利益者呢 他们也是毛左 这些势力是相当大的 这些是曾经把习近平给推上去 而且支持习近平跟美国叫板 退行极左路线的这批人 这批人呢 对习近平不满了 那问题就非常大了 因为我们知道啊 像那个胡派 还有温家宝啊 甚至这个刘鹤啊 这些地方的这些务实派啊 对习近平不满 这个大家知道啊 由来已久啊 但这些人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毛左这帮人呢 他们呢 对他们的那个信念 还是比较坚定 而且一看 你习近平做不了我们的代言人 你反爱 反其道爱行 霍国殃民 那么呢 这批人呢 是不怕死的 他们一旦出来 那整个把习近平呢 就会逼到一个墙角 那现在呢 他就是这样 他看到啊 孔庆东 除了孔庆东的这个微博之外呢 可能还有一些迹象 已经表露出来 当然外界不知道 说不定是多少个将军联名写信啊 或者一些老同志啊 给他写信啊 或者是找他的亲戚拐满墨角啊 反正各种的渠道给他进言 那有些呢 可能老同志啊 也快死了 无所机会 就是说安邸近平呢 你搞得太糟糕了 你应该上调 你应该学传证 啊 有些老同志就直接可以戳塌这样 所以他现在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呢 现在不出来 也是正在呢 盘算啊 如何出来 或者说他现在呢 显入在党内的斗争当中 或者说显入在强硬派 这些保守派 毛左派的毕宫之中 所以他的现在的处境呢 确实啊 或者是他 确实要自行要断 或者呢 他来下台 或者呢 下这个追击招 反正他的路子 也就像当年的重征一样 已经没有多少退路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再次的奉劝习近平 尽快的下追击招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主动的下台 来改变 中国的这个体制 这就是民心所向 这就是民心所向 你现在造成这么大的人间的浩劫 整个地球的浩劫 这所有的责任 不要说人家武汉市市长 不要说人家湖北省的省委书记 要说所有的最后的责任 谁要负啊 就是你来负 你这个认为已经实现了 帝国现代化 实现了知国理政 知理能力 知理体系现代化的人 你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啊 你或着 要么下台 或着呢 你就上那个 歪博书 资格了结 自杀 以泄天下 这是你最好的出路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继续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